DINSEE 跳舞 嗨大家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跟我一樣 每天晚上要手在電視機前面上看 東京奧運的精采項目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今天穿的這身衣服 沒錯 就是愛迪達這支特別推出的東京奧運特飾款 穿著他一起力挺選手 加油 今天這影片 要來跟大家開箱的就是我期待已久的鞋款 終於到我手上了 沒錯!就是 ADZ RODE 的 Adios Pro 2 終於在台灣登場了 大家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香啊 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這次的二代跟上一次的一代 到底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在影片的後段呢 也會時機去試跑一下 來感受一下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差異 OK那我們接下來就來幫大家一一的開箱一下 這雙鞋到底有什麼特色的厲害 那開始之前呢 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雙 Adios Pro 這個鞋款的歷史到底有多厲害吧 它在第一代剛推出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 算是 讓跑界就是為之一探 因為當它推出了這款新鞋之後 在半碼的世界紀錄 男女都雙雙的被改寫了 而且在女生的紀錄 我記得也突破了30秒之多 所以是非常厲害的一雙跑鞋 那這次呢 它推出的這個二代的跑鞋呢 也可以說是非常令人期待 因為它在上一雙的這個黑科技 已經讓半碼世界紀錄推進了這麼多 但是在一年之後 它又更新了這雙鞋款 到底有哪些厲害的地方 我就來跟大家一一介紹一下 首先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一起看到布面的地方 就是在鞋面的這個位置啊 它一樣是採用這個 SERAMASH的這個科技 但是它是2.0的新衣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鞋面的地方 其實它的這個支撐的穩定性啊 看起來雖然是透明的 但是它的這個包覆效果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實際在用手大力去撐它 也不會有感覺到太多的晃動 當然這要實際跑過才會知道 在影片後段再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這個包覆效果啊 跟衣帶感覺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但可以看到這個透明的這個布面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非常透氣的 因為我只要有 就是吹風機 其實手指是感覺得到這個風的 就是感覺它的透氣效果是非常好的 是真的 是真的 再來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在這一次的鞋面設計上 我覺得非常漂亮的地方 這次因為東京奧運的關係 他們推出很多鞋款 都是用這樣的配色 就是白色加上這個 這個紅算是珊瑚紅嗎 就是不是很紅也不是很粉的顏色 那其實搭配起來非常好看 然後可以看到 這旁邊除了有很明顯的三條 愛迪達之外 它的這邊直接大大寫出來 ADZ RAW Adios Pro 然後在內側的地方 又有一個它的 Adidas的這個Logo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看 然後這邊有一條金色的 ADZ RAW系列的這個 標語鞋在這邊 所以就可以整個襯托出 整雙鞋 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帥 那這一代鞋款 我有注意到一個小細節 就是在內側 足弓後跟的位置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有兩塊凸凸的地方 這是一代所沒有 就是它在足跟的位置啊 通常我們足跟這邊 不是會有一個小小凹進去 只有跟腱的這個地方 它增加了這兩塊 感覺上應該是 可以增加你的足跟包覆的穩定性 但實際我們也是 穿上腳 實際跑過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 這是一個 設計上的小細節 接下來我們看到它的 中底設計 這次的中底呢 一樣是搭載了這個 Live Thrive Pro的這個 中底科技的材質 那這次的設計呢 一樣是採用兩層的這個 Live Thrive Pro 那我覺得比較厲害的地方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設計 其實它是有一點點 後面比較細 然後前面這邊又比較厚 那下面這層是前面比較細 然後後面又比較厚 所以它是有點像 兩層 交疊在一起的這種感覺 那這次的足跟高度呢 也來到了39mm 也就是39公里 大概是目前 田徑鞋會認可的 最高高度 那這個高度再超過之後 其實就不能參加一些田鞋所 舉辦的賽事 或是成績上不會被認可 所以39公里算是已經算是 比賽的參賽極限了 所以它也是把它 就是撐到最頂了 那它這次的前後足跟差 也來到了一公分之多 所以這個前傾 這個慣性的著地 往前這個滾動的效率 感覺上應該是會好非常多的 那這在中底中間呢 其實它也搭載了 一樣有碳纖維板的這個設計 那碳纖維板呢 是在這個後足跟的位置 所以這個碳纖維板在你著地的時候 會給你一個很好的支撐跟反彈的效果 那在這邊有看到爪子 這次呢一樣搭載了這個 Energy Rods這個科技 那這個五根的碳纖維爪呢 就在你腳趾正下方 那在我穿過一代的感覺上 其實是非常有推進效果的 所以在每一次著地往前推的時候 你會感覺這個 完全非常的彈往前 彈往前是真的很有感覺的 跟上一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上一代是完全埋在裡面 那這一代可以看到 它有外露的三根給你看 這個Energy Rods的科技 那總共是五隻在這個下面 然後後面這邊是碳纖維板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看到鞋底的地方 這次呢鞋底一樣是採用了 馬牌的輪胎大體 在上一代跟這一代搭載的呢 都是有點像光頭胎的材質 大家有看到這個 仔細看一下這個鞋底的鞋面 其實這個光頭胎的大體啊 就很像我們去比F1賽車 會看到那種光頭胎的設計 看起來雖然是毫無抓地力可言 因為它沒有任何顆粒 但在我穿過上一代的這個鞋底之後 我感覺上 我也嘗試過很多種路線 不管是柏油路、田徑廠 甚至是跑這種濕滑路線 其實都不會太需要去擔心說 它的抓地力不好 導致會有腳滑的這種情況出現 那這次的鞋款重量呢 也比上一代輕了30公克之多 這一代呢單腳只有215公克 所以整個輕量化的設計是非常有感 OK 接著我們就到戶外實際跑看看 跟大家體驗之後再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這雙鞋穿起來是什麼感覺吧 我們去跑步 GO GO OK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操場 就要來實測一下 我現在腳穿上的這個阿Dios Pro一代 跟等一下我會換上第二代 實際在跑操場的過程中體驗如何 那我們就開跑吧 OK 我們已經跑完第一圈 我已經換好了這次的阿Dios Pro二代 接下來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實際在跑起來跟第一代有什麼感受上的差別吧 Let's go 我們已經試跑完畢了 我們剛剛跑過了田徑場 然後也跑過了上坡跟下坡的柏的路 就來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實際穿起來 在一代跟二代上腳感有什麼不一樣吧 首先我們來講講田徑場的部分 在跑田徑場的時候 可以明顯感覺到一代跟二代 其實它的推進效果都非常的顯著 就你會感覺一直有人推著你前進 尤其在田徑場這種PU的彈性 比較好的場地上 其實你會覺得 踩下去的這個彈性非常好 但是說真的 在這種PU的場地啊 彈性好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啦 因為你會覺得有點太軟了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會覺得力量 會有一點點消失 雖然它有這個 碳纖維的這個Energy Rod 這個推進的這個五根爪子 在你的鞋底當中 你還是可以明顯感覺到推進的效果 但還是會覺得有一點點太軟的地板 跑起來會有點不穩定 在一代落地的這個瞬間啊 它鑿底的瞬間像這樣踩下去 它落點大概是這個範圍 但如果是二代啊 它其實一踩下去的瞬間 就已經是在這個範圍 那可以看到其實 二代的寬度 就會比一代來的再更寬一點 所以在鑿底的這個腳桿上 你會覺得在一代 踩下去會有一點點太彈太軟的情況 二代就其實提升了不少 在鑿底的瞬間 你會覺得接觸的面積變多了 踩下去在前掌落地的這個穩定度 其實提升很多 那接下來我們到戶外的實測啊 就是來到了這個伯羅路的上下坡 在跑上坡的時候其實差別不會很大 但是比較明顯的 一樣是在上坡的推進效果其實是蠻有感覺的 就雖然是上坡 但你會覺得這個鑿底的瞬間 它反而是可以給你持續的這個推進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個碳纖維的竹根的這個底啊 跟前爪這五根的energy rod 是非常有推進的感受 我覺得在這個前腳掌的弧度變化 明顯讓我感覺到在滑油路的路上 一樣會有這個踩下去比較紮實 你會覺得推進效果會比一代更來的穩定一點 說真的在一代我實際跑過一些路線之後 在比較沒力的情況下 其實踩下去會有一點點不穩定的晃動 但在二代著地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明顯是最寬的這個位置 在落點的這個地方 是首先著地的位置 所以你會很明顯覺得 其實穩定度比一代相對來講提升了不少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它的包覆效果 在一代的時候其實它這個包覆性其實就已經是很好的 但是相對於二代你可以感覺到 其實它這個斜面的厚度 還是相對於二代來講厚一點點 這兩個內側 二代的這個厚度明顯比一代輕薄很多 雖然它這個材質變輕薄了 但是它的這個包覆性跟穩定性 其實是沒有退步的 我覺得反而就是你會覺得穿起來 不會讓你覺得很緊到不舒服 但是它的穩定效果是很好的 那在二代的地方 我覺得它加入一個新的小巧思素 我滿喜歡的地方 是它在後跟的這個內側 加入了兩個有點像是氣墊的這個裝置 其實這是一代沒有的 在我們的跟件的地方 其實是比較細的 那在比較細的情況下 有這兩個墊子 你會覺得竹根的這個穩定性 相對於一代來講 其實是提升了不少 所以我滿喜歡它這個小小的氣墊設計 所以讓你整體覺得腳桿的包覆性 是提升很多的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幫大家實測 RDOS Pro一代跟二代 實際在腳桿上穿起來有什麼不一樣啊 那如果你是實際啊 真的很想要突破你的半碼或全碼成績的話 非常推薦你可以去試試看喔 我是你的家鄉主任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你喜歡這次的經濟 F Push-Up Push-Up -Pus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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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eek-Up -Push-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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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